领基础,学IT,月薪过万,就来黑马程序员,黑马程序员,成就IT黑马 那么今天呢,今天这个课的内容呢,叫Ninux的网络基础 这边的话,主要就是说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Ninux的这一块啊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网络一块相关的东西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叫网络的概述 里面呢,主要包含了一些网络的发展呢 还有跟网络相关的一些名词啊 这些呢,我们都需要去做一个了解 然后其次是相关的命令 最后呢,是我们一个项目丧线啊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那么先来进入第一个部分,叫网络相关概述 网络相关概述呢,一谈到网络 我们首先得了解一下关于网络的一个发展 网络发展呢,在最早之前啊 其实网络这块东西呢,它是离不开一个词的 叫信息 我们都说网络时代,其实和信息时代是差不多一个含义 公营网络不是传递信息的吗 信息的传递呢,在最早时期啊 像那个远古时期 历史里面其实应该都接触过 以前呢,人们都是通过简单的语言 或者说异化这种形式呢 来进行交流 那么再往前 再往前的话 风火狼烟,飞鸽传递信,一马游地 风火狼烟的话应该是最早的了 还记不记得当时这个历史上说这个周幽王啊 叫风火西诸侯是吧 那当时传递信息的时候呢,就是通过风火狼烟来进行传递的 太早了啊 这还是夏商周那个时代 公元前了 时间比较早 像这种东西呢,一直在古代是被沿用的 到后面的话 到后面这朝代 最近的这些朝代的话 他们是可以通过这个快马加鞭呢 是吧 然后去传递这些信号的 但是我们现在时代的话 也有类似的啊 比如说交警的这个手语啊 在航海过程中 有的时候呢会打那个叫 旗语是一个 还有就是在晚上是会用那个灯是吧 还有兄弟应该看过吧 灯塔 还有那个用手电筒 照着啊 还有兄弟都是好长时间的动画片了 这些都是信息传递这个方式 那么在这些信息里面传递的话 它其实都是依靠两个方向 一个是视觉 一个是听觉 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方式 但是后来啊 随着这个电的一个到来 有电产生了 那我们这个时代的话 新一时代呢 它相当于是进了一大步了 那么在1831年呢 法拉第啊 法拉第和法拉第是两个概念啊 法拉第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最早的这个发电机 然后呢 1866年西门子 西门子呢 现在也是个牌子啊 制造了第一台大功率的发电机 然后1837年制造这第一台 这是电报机啊 电报机 以前有这个发电报啊 现在已经没有了啊 现在已经没有了 1844年 1844年 莫勒斯啊 然后呢 在这里面干嘛呢 他用这个莫勒斯电码 啊 莫勒斯电码发出了第一份电报 创实现了长途电报通行 那么以前的话是通过视觉和听觉进行传递信息的 现在呢啊 到这个近代啊 已经通过这个电来进行传递信息了 啊 他已经方便很多了 然后再往后的话 就是我们互联网的产生了啊 再往后就是互联网的产生了 当中途开过电话 电话是贝尔发明的啊 在1957年 前苏联发了一个人造卫星 那这个发了一个人造卫星 跟这个互联网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前苏联发了一个人造卫星 震惊了美国 为什么震惊了美国 其实当时呢 美国和前苏联 他处于一个叫冷战时期 对啊 处于一个冷战时期 历史上是有提过的 那么在冷战时期呢 这两个国家呢 他在互相较量 每一个国家的一个一点点动作 就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国家 那么当时呢 美国就有点害怕了 害怕这个前苏联呢 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安全 所以1958年的时候呢 美国就成立了一个 叫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署 高级研究计划署 那么这个名字的话 它对应的全称就是叫ARPA 全称叫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Engines 就是高级研究计划署 主要是应对前苏联的这个冷战形式 那ARPA呢 它是一个管理机构 没有实验室和科学家 这是最早啊 1958年的时候 起因 到1969年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高级研究计划署啊 它呢 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 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 那这样的话 它呢 相互之间就需要进行通信了 到1969年的时候呢 就有这么一个东西了 ARPA ARPA这个东西就是前面这个嘛 然后呢 名字就变成了叫APANET 也就是呢 我们现在在有些书上会提到叫ARPA网 叫ARPA网 ARPA网呢 就是ARPA的含义啊 前面这个ARPA就是这个高级研究计划署 ARPA就是把全国各地的几个分支机构呢 给它连起来了 开始连击了 那么开始连击之后 就形成了网的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呢 1969年被称之为叫INTERNET元年 也就是互联网诞生的时间点 是1969年 起因就是因为苏联发了一个卫星 然后美国成立了一个研究计划署 在全国各地都有班事处 那班事处之间呢 需要互相通信 那么虽然说之前呢 已经有电报了 但是这个电报的话也是比较非力的 然后呢 它这边的通过线啊 把它都连起来 那么连起来之后开始连击 就形成了网这么个概念啊 这句话记住啊 1969年是INTERNET元年 咱前面说过 有一个年是UNIX元年 是哪一年来着 1901号 19多少年 1970年是吧 1970年称之为这 UNIX元年 咱还有一个年份 也比较特殊 计算机 第一台计算机单身的年份是哪一年呢 1946年2月14号 24号 1946年24号 这几个关键的年份呢 咱作为搞地产机的呢 能记住 最好的啊 最好的能记住 1969年被称之为叫 INTERNET元年 也就是互联网 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形成了 但其实最早的时候呢 这个互联网只是在美国有 其他地方的是没有的啊 其他地方没有的 然后慢慢慢慢的 推广到全世界 推广到全世界 那么这个呢 是刚开始诞生的一个雏形 这就是互联网的一个形式啊 INTERNET元年 然后网络这块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 这块它有一个分类 网络的一个分类 那么网络呢 发展到现在的话 它有很多分类啊 那么分类的话 常规的分类呢 分为三个分类 一个呢 称之为叫局域网 局域网 局域网叫 Local Arial Network 也就是这个单词 这个字母啊 一定要记着 因为以后你会看到 很多设备上 有这个LAN 比较典型的 就是咱家用的路由器上 是不是有这个字 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 你那个路由器的这个 后面的那个 插网线的那个口 它应该是有这个词的 叫LAN 还有一个词就是WAN 如果不信的话 你回头可以看一下 家用路由器啊 那么局域网呢 就是指一般的范围比较小 在白米以内 或者再大一点的 十几公里以内的一个 办公区或者说校园 那么校园比较大 十几公里呢 的确是有可能的 长村的话 吉林不是有个叫吉林大学吗 吉林大学有这么一句话说 是怎么说来的 吉林有几个区啊 吉林有六个区吧 六个区应该是六个区啊 吉林有吉林那个长春有六个区 但是吉林大学 他有七个校区啊 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 他那个学校和学校之间 要连的话 他可以连局域网 那么局域网 它的范围就比较大了 几十公里 或者说三百公里 都是可能的啊 那个学校是比较大的 他校区比较多 嗯 那么这种的形式呢 就称之为呢 组成了一个网络 称之为叫局域网 那我们教室的话 他其实就是属于的局域网 啊 因为校围 什么教室比较小啊 他们几百米都不到 啊 几百米都不到 啊 这个属于局域网 那么家里呢 一般用的网呢 也是属于局域网啊 家里内部属于用的网 是局域网 这个网呢 一定要分分得清 然后还有一个网 叫成语网 成语网啊 成语网 那这个成语网 这个概念的话 其实摆在现在 这种状态的话啊 我们很少会见到 成语网这个词 成语网呢 它在这个技术上 和这个局域网是 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但是呢 相比较之下 就是规模大了一点 其实它区分的话 区分局域网 还是区分成语网呢 这个关键词呢 就在这个规模上 成语网的覆盖呢 可以是相距不远的几栋楼 也可以是覆盖一个层 这都是可以的啊 但是这个概念 现在接触的并不是很多 这个了解一下行了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和局域网相对的 局势局部 广就是广阔 叫Wine的 Area Network 简称叫WN 通常是跨度很大的一个物理范围 比如一个国家 这个就是广域网 这两个一定要记着啊 局域网叫广域网 这个广域网呢 我们其实也可以称为叫外网 也可以称为叫外网 广域网 可以称为叫外网 那么除了上面这个划分呢 网络呢 还可以按照所有者 可以先划分 按照所有者 分为什么呢 分为公网和私网 分为公网和私网 两种接触方式 所谓公网接触方式 那么上网呢 计算机的 他得到的这个IP啊 地址呢 是internet上 就是互联网上 非保留的地址 所谓非保留地址 就是不是局域网的那个地址 像我们教室里用的这个 192.168.S 什么什么 那么这个呢 就属于保留地址 你在我们教室 可以看到191.168 你去你家里 可能也是看到191.168 但是这两个主意 它不在一块啊 但是地址呢 用的是相似的 这种形式称之为 保留地址 在公网上呢 计算机得到这个地址呢 不是保留地址 不是保留地址啊 也就是能够让我们公网的计算机 和其他计算机之间呢 能够评议访问 这个就称之为叫公网 那么私网呢 则反之 私网则反之 那比较典型的 像我们服务器 大家觉得应该是用公网 还是用内网 肯定是用公网啊 因为你肯定要想 别人能够访问 别人能访问 那就必须是公网 但是内网或者说私网呢 这个的话 就主要看这个作用了 如果是局部之间的一个文件传输 或者互相访问的话 那么会使用去 会使用这个私网 因为IP地址呢 毕竟是有限的 所以公网和私网 何来一起用的话 它能够将这个IP的利用率 达到一个最大值 这是关于网络的发分 那SUM在一堆这些文字描述 其实我们需要记得不多 一个呢 就是这个红色的 1969年 是互联网的一个元年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地方 广域网 局域网 它的一个含义 那成语网呢 这个词以后见到 知道它是网络划分的一个类型 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公网和私网的 两种接触方式的不同 公网接触方式上网的计算机呢 可以得到一个公网的一个IP 那么这样的话 公网计算机之间呢 可以进行互相的一个访论和同性 私网呢 则不行了 前面这块呢 做个了解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呢 是IP地址 那么这一块的话 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重点 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重点 重点的东西 不需要我们记住 IP怎么去划分 我们需要去知道IP 它怎么去分类就行了 IP的全称呢 叫Internet Protocol Protocol的含义 就叫互联网的一个协议 互联网协议 叫IP协议 那么网络之间 互相连接的一个协议 就是IP 也就是计算机 网络里面 任意两个计算机 进行互相通信 设计的一个协议 那这个地方 什么是协议呀 什么是协议呢 协议的话呢 最近呢 大家都在这个附近找房子 是吧 那么找房子 就要跟房东签一个 租赁协议呀 对吧 租房协议 那么租房协议 这个协议和我们这里面 讲的这个协议呢 是有点相似的 房东把房子租给你 就得跟你说一下 房租是多少钱 然后呢 把东西弄坏了 你得怎么去赔 然后呢 还有就是每个月呢 什么时候交房租 那其实这些东西 它是不是跟你去商量一个标准呢 是一个标准 所以这个协议的话就是 任意两个人或者物 去处理一件事 所制定的一个标准 那包括以后呢 咱入职的时候呢 还有这个工作协议 叫劳动合同是吧 签议劳动合同 就是用人单位和个人 之间的一个协商标准 那这个标准呢 我们就称之为叫协议 协议是这个含义 IP这里面呢 第一个需要我们去知道的 就是IP指它的一个分类 分类呢 分为工友和私有 这地方呢 前面也说了 工友和私有 那么这两个分类的话 一定要能够知道 工友和私有 所谓工友 工友呢 就是有一个呢 我们在互联网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机构 叫InternetNRC InternetNRC 全称叫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也就是互联网的信息中心 它主要是去管这个 IP地址的一个分配 那么在全球的话 每一个州呢 都有一个互联网信息中心 我们这地方呢 属于亚洲 那么还有美洲啊 欧洲啊 大洋洲啊 等等啊 每一个州呢 都有一个互联网信息中心 那么这些中心呢 主要是负责 将IP地址分给 向这个中心提出申请的 主制机构 这样的话 那么这些主制机构呢 有了IP之后 他呢 就可以把这个IP地址 分给对那用户了 那用户就可以去 访问互联网了 也就是IP地址呢 不是说你想要就能要的 得你的上一级运营商 去再找上一级去申请 然后由他们去统一去分配管理 这几个呢 是公益组织啊 是非盈利组织 是不赚钱的 他分IP地址是不赚钱的 那运营商 为什么分IP地址 给我们就要赚钱呢 这个就不好说了啊 中间有运营成本啊 这是公有地址 公有地址的话 是能够直接访问 英特网的 也是我们称为叫外网地址 那么私有地址 这地方需要注意啊 私有地址这个地方呢 他呢 算是一个重点 那么以后呢 我们会在企业里面 或者说一些机房里面 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地址 那么奇怪地址呢 就像下面这几个地址 私有地址叫private address 属于非注册地址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运营商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或者说中国移动 向这个英特中心呢 去申请这个地址 注意 英特中心的话 不会把这三类地址分给他的 这三类没法分 这三类是私有地址 干嘛的呢 主要是用来我们组织机构内部去使用的 因为IP地址肯定是有限的呀 我们之前说过IP地址这个取值范围吧 它是从1.0.0.0到多少啊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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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那其实这个地址是有限的 数学学的好可以算一下 地址肯定是有限的 那么全国这么多国家 美国家有这么多人 假设人手一台计算机 每人一个公网IP 够用吗 那绝对不够用啊 这绝对不够用 即使用了IPV6 也不一定够用啊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把一些专门的组织机构啊 就是只给他 可能只给他分配一个IP 那虽然说只是一个IP 但是呢 由于他可以去在里面去使用这个私有IP 所以呢 里面容量的电脑就可以是很多了 所以私有IP地址呢 作用就是去分散我们的计算机 让很多计算机可以公用一个公用地址 以后大家去工作的时候 会发现这么一个情况啊 就是你公司里面每一台电脑 当你能上网的时候 你在百度里面搜这个 搜IP关键词的时候 即使你的电脑不同 你得到的这个结果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是一样的呢 就是因为你整个公司 或者再夸大一点 有的公司呢 租的园区 在园区里面 所有的公司 你去凭这个IP 都是一个值 因为一个园区可能只有一个出口 也就是我们所知道外网出口 但是你里面的这个IP呢 就可以用私有的了 这个是互不影响的 那么私有IP地址呢 分为三类 分为三类 A类 B类和C类 这个顺序不要到了 它是从小到大的 A类呢 是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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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5.25 然后还有C类 C类呢 是192.168.0.0 到192.168.25.25 到这个位置 那么一共是三类的IP地址 现在呢 我问大家个问题啊 那么这三类IP地址 大家觉得哪一类的私有IP地址 里面能够容纳的计算机最多 为什么呀 对它有三段可以不同是吧 那么每一段是个R5 在这个量级一层的话 它不是 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层啊 它是一个阶层的关系的啊 所以数量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数量 你看再往后 前面R5 后面R5 就两段不同 所以容纳的阻值相对来就要少一点 那么容量最多的呢 就是它 那一般哪一些内部单位呢 会使用A类IP地址呢 政府可能少一点啊 用的比较多的呢 像这个电信啊 联通啊 移动 它不是有一些公共WiFi吗 公共WiFi的话 由于需要连的这个人可能比较多 所以IP呢 一般呢 都会是10的 这个IP 那么再有就是 咱这个安卓 手机的同学 你可以去通过你的 安卓系统设置 里面有一个关于手机 里面有 如果你是用的这个叫流量的话 它应该会显示 你当前的信号状态 在信号状态里面呢 就有你当前的IP地址 你可以去看一下 应该是10点 怎么能开头的 苹果手机不好意思 看不到IP啊 苹果手机看不到自己的IP 安卓可以 可以试一下 不能看手机是吧 这个就是相当套路你们了 行的确啊 那么LIP地址里面的这个私有地址 能够容纳的主机是最多的啊 然后B类呢 是其次 C类呢 是最少 因为C类的话 只有最后两段不同 B类呢 它中间有一段 可以有一个30 将近30号的一个跨度 所以呢 这里面这个主机数量 也是比较多的啊 那目前的话 就是就我们而言 那以后呢 在工作企业中的话 哪一个地址 私有地址用的比较多一点呢 C类 C类啊 C类用的比较多 像我们这个教室 用的就是C类 那我们教室呢 这个局域网是以教室为单位 所以用这个C类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如果说 我们这个楼层里面 或者说整栋楼里面 有好多教室 如果都想让它 直接能够访问的话 那C类应该是不够的 C类可能就不够了啊 我们这个组织单元比较小啊 所以呢 C类是够的 如果都给它 攒到一个局域网里面 那肯定不够 像我们现在这个教室 和隔壁这个教室 它其实不能互通 它其实不能互通的啊 要想互通的话 就必须放到一块去 放到一块去 那这个类就不够了 这个是关于私有地址啊 私有地址的划分 三类 以后选择哪一个 你得先去衡量一下 你的这个网络 主机数量能够达到多少 那如果达到量很大 你得用它 就用它 这样的话 分配的IP地址很多啊 如果数量少一点呢 用它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私类的分配 那么公有地址呢 它也可以分为三大类 公有地址 也可以分为三大类 也是A类 B类和C类 先看一下它的范围 范围呢 是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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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我们说的最小值 从这个地方开始 到哪呢 到12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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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称之为叫A类地址 A类地址 A类地址 在这个地址里面 一共可以容纳 多少台公网主机 一共可以容纳 1677万多台 我一共可以容纳 这么多台主机啊 这个主机数量 还不包含这个 私有IP啊 如果包含私有IP的话 这量更大 然后B类地址呢 是1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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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191.25.25.25 那这里面的话 它的范围呢 相对比较小一点 所以它的容纳数量呢 也是比较少的 最后的话是最后一段 23 这是主机数量 那么关于这个地址的话 我们目前中国呢 能够分配到的A类地址 很有限 很少 A类地址只有四个 只有四个端 目前中国分配到的 A类地址端只有四个 其他的一些 A类地址端分给哪些国家呢 咱可以看一下 IP 我们说中国吧 中国 A类 IP 中国A类只有四个 四个A 111个B 31个C 这个有点不平衡的 就是你看这个台湾省啊 就一个省 结果它已经上到千万级别的了 248个B 106个C 这个量级 它是没有A啊 但是中国这个数量和台湾 这个省的话 相比的话你看差的一个国家 一个大的这个地区啊 和一个小的地区相比 差的一个大 你看香港这个香港就比较少了 才628万 然后澳门就更少了 14万 看看这个这个页面啊 可以找一下这个前面一些举的例子 它例子呢 就是每一段的地址都分给谁了 那例子的话 你看着就是 看会看到好多一些比较有名的机构 这个可以看一下 你看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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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A0IP 被谁干了 干了呢 同用电器 6这个呢 每个国防部 9呢 RBM 11呢 国防部 然后12呢 背貌实验室 全是一些大企业 大企业啊 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 34 这就属于一些公共单位了 你看这个APNIC APNIC 就是互联网的一个行业中心啊 叫亚太 亚太的就是这个互联网中心 全给占了 一直往后 亚太互联网中心占了多少 基本上占光了啊 直到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啊 从这个58开始 一直到126全占了 然后他再分给我们啊 他再分给我们啊 但是真正直接分给中国的呢 只有4个不多啊 之后大部分都是被这个保留了啊 那像微软 上这些公司呢 巨头呢 基本都分不到 基本上分不到啊 上公司不知道吗 上公司很有名的啊 Java的嘛 Java公司啊 就是你可以认为是Java公司 这个是关于IP地址分类啊 分类的话 其实我们这块 因为后面的话 接触的跟私网的 其实会比较多 所以私网的分类的话 这块呢 一定知道 咱有三个分类啊 然后每一个地址 公网IP地址范围呢 最后一位 它是很特殊的 它是不是分配给电脑直接用的 最后一位呢 一般我称之为叫广播地址 一般都称之为叫广播地址啊 广播地址一般不会分配给外网 自身地址直接用 不会 sausage 嗯 嗯 一 intestino 小怜 小胜 大 小胜 大 小胜 小胜